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旁晚的時份 林鄭就聯同一班廢官容官 走了出來開記者會 宣佈一系列的防控措施 當有記者就問到她 究竟會不會實施全面封關的時候 她就這樣回答 自從今個星期四開始 對所有外地入境的人士 實施了十四天的強制閉關措施以後 在星期四和星期五 經機場口岸入境的非本港居民 只有六百多人 主要是台灣和澳門的居民 亦有部份是港人家屬 基於人道原因就不會全面封關 麻煩你林鄭就不要玩這些低級語言藝術 全港市民都知道 她就說在昨晚機場口岸有幾百隻落飛機的大陸旅客 就因為進不了香港境內 所以就在邊境那裡呱呱吵 叫囂、示威抗議 就說要回深圳回家 結果就要勞動到機管局 安排專車接送他們去到深圳灣口岸 放回他們出境 只要你一聲令下全面封關 所有非香港居民禁止入境 那你就連這群轉機的旅客也倒閉了 為什麼你要讓這群人去投機呢 你一天不宣布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呢 那群大陸旅客 當她在現在的直航機票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買不到機票回大陸 那她買去哪裡好 當然是買來香港 因為他們都明知吃硬你林鄭 在這個機場口岸那裡嘰嘰嘰嘰吵吵吵吵 你就馬上安排專車送他們回去 那當然是來香港 到底你林鄭是為香港人服務 還是為大陸人服務呢 這些措施不需要請示北京了吧 這些措施又不用怕得罪大陸了吧 全球各國都在做這些措施 就是限制非本國的公民入境 這些又怕得罪大陸 多鬼魚 林鄭還說到 留意到在社交媒體上有人公然違反命令 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已經透過電子手帶 發現到有四名擅自離開居所的人士 警察上門沉獲 已經安排四人進入中心 實情這幾個留學生就已經把你這套電子手帶系統的漏洞 全盤曝光 你還有面目可以搞下去 喂 只要他的家人幫助助遺約 那個年輕人脫了手帶下來 喂 媽媽我要外出吃東西 好啊 兒子你下去吃吧 如果機子震震機的時候 我就幫你拍下QR Code 你一樣是查不到的 是不是 怎麼查 我請問你 這四個死蠢子只不過是把這個手帶脫下來以後自拍 放上instagram 你才能找到 喂 之後那些有樣學樣 他明知道你會有後果 明知道警察會上門的 還會不會這麼笨拙 脫下手帶以後還放上網 用一下死人腦去想想也知道 電子手帶 根本整套系統都自欺欺人 誰影也不知道 真是離譜 好了 然後林鄭進退失據 現在無厘頭又說要恢復公務員的居家工作 然後又說這個康樂場地暫停開放 包括網球場 公共圖書館 體育館等等 以及106間的社區會堂 其實就是把那些政策安排回復到三月頭的模樣 一早就不要暫停 你一暫停的時候 就使得有些市民戒備的心態下降了 就覺得公務員都上班了 那些康樂設施又重新開放了 沒事了 可以去郊遊了 很久都不能回復正常 告訴你 林鄭就是在做夢 整天還在談這個復課的時間 好了 現在就真的無限期停課了 一早就應該這樣做 對不對 上不上課就很閒 健康第一 生命第一 安全第一 上課上課 上不上就很閒 你看看英國首相約翰遜 果斷地把英國考試取消了 對不對 現在這個所謂的中學民憑試 又是延期延到四月底 你就到期時看看搞不搞得行 那若然到期時的情況 仍然是很嚴峻的 沒有辦法進行到民憑試 那你怎樣呢 你到底想好一些應變計劃沒有呢 有沒有Plan B呢 比如說今年這班考生 最終真的搞不定了 考不到事 那怎樣篩選哪些人 來進入大學呢 你開始想好這些事情 要不要到期時堵寫羅蟹 才出來跟市民說 沒有應急計劃的 你制定任何的政策和措施的時候 都要有前瞻性 都要有先見之明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這隻行政長官和三思十二命 怎樣對得住你那份三四十萬的人工 比起美國總統的薪酬還要高 原來制定的事情是這麼短時間的 你真是回家睡覺 解散了他 不如還有那些行會成員 怎樣出謀獻策 還是沒有的 在那邊等林鄭跟著擦鞋 離了大譜 強差人 這些表現 接著說說澳門政府 今天他們開了記者會 說什麼呢 提到說現時歐美等地 和部分的亞洲國家情況嚴峻 香港近日的個案數字也明顯增加 呼籲澳門市民 如非必要就不要外遊 包括不應該前往香港 特別是不要去酒吧等等人多聚集的地方 而且香港的情況令人關注 澳門正是對香港進行持續的評估 不排除對香港採取一些限制措施 包括從香港入境澳門的人士 必須接受醫學檢查等等措施 我認為做得好 限制那些人不要等他 經常到處走 經常在處即日來回 還有這些人 在這個嚴峻的情況下 還要去澳門那裏 你說有什麼做 是不是 其實是去賭錢 其實是澳門 你還跑去有什麼做 還跑去旅遊 沒有客到 那些商店都不開 還有人去的 你看那個出入境數字 就知道了 每天來回澳門都有幾千人 你說這些人做什麼 有空無事就走過去共一共 最好澳門政府採取措施 對香港封關 這些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接著就說說這個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今早在微博上發了一條貼文 我又覺得挺同意他所說的 這次他到底說什麼呢 他就說 港澳台和內地是屬於不同的防控管理體系 有不同的檢測標準 港台近日的個案數字激增 形勢尤其危險 缺不能對從那裡進入內地的人 網開一面 即是港台的人 這樣會將使得剛剛本土新增 個案歸零的內地 面臨著第二次的巨大風險 呼籲廣東省重新考慮這個政策 內地的安全應該放在第一位 其他都應該放在之後 說得好 所有那些從香港去大陸的人 應該居家十四天 會使得兩地的人流來往數字 再一步減少 這個好 是我同意胡老總的說法 不要等到那些人 有空無事又供回大陸那裏 回來又說居家十四天 你居家十四天已經崩盤了 你那條電子手帶原來很容易脫出來 然後又可以放在家裡 鎮鎮機的時候 找家人幫忙拍個QR Code 這些根本是廢的措施 你回到大陸就不同了 居家十四天就真的居家十四天 你夠膽出來 還不讓街道辦的人動你 所以這位胡錫進總編輯 今次說這次我支持他 最好你拿一聲實施 你就使得兩地的人流進一步減少 沒問題的 這是好事 反正香港人都不相信大陸的數字 那就好了 你又不相信他 他又不相信你 大家都不要來往 那就最好了 你又安全 我又安全 好了 接著再講一下 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 講關於英國首相約翰遜 有人就說 原來他才是高手高手高手 人們就笑他只是佛系防控 誰不知他的政治手段 如何利害 原來他先跟全世界說 要搞群體免疫法 然後嚇到那些小粉紅 留學生 歐盟居民 雞飛狗走 集體逃離英國 就回老家 英國即時少了四五十萬個潛在的個案 醫療系統的壓力得以舒緩 另外 就用媒體報導 市民搶購日用品的情況 到現在差不多一個禮拜 所有事情大致上安頓下來 立即叫學校無限期停課 取消所有O-Level和A-Level的考試 再加上關閉戲院、足球場、演唱會 所有事情一到此 這篇文章就說 約翰遜用語言的藝術 嚇到市民不敢出街 而且還嚇走那些非本國居民 就說他這些是高招 五體投地 我就覺得這個純粹就是歷史的偶然和巧合 約翰遜當初他真的想著用群體免疫法 後來就遭到本國居民 口誅不伐以後 他就作出了及時和適當的修正 從消極不作為演變成為積極有為 至於你說那些小粉紅、歐盟居民和留學生 陷阱雞飛狗走 這純粹我覺得是 因為他當初搞群體免疫法的時候 不經意的後果 我不覺得是故意嚇走這班人 如果他真的鋪而走險 他真的拿英國人的生命作為賭注 這次他真的中得很厲害 簡直就是詹癲立福的高手 用兩星期的時間作為代價 換來幾十萬的非本國居民返回原居地 將所有資源重新集中在本國人民身上 如果他真的處心積慮地做 只能夠讚嘆英國人搞政治的高手 而且英國人了解中國人 比中國人更加了解中國人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